感謝主任 我們這次講到法洋神屬性《廣道法》 我給大家的心理準備 這是一個很難學的《廣道法》 我曾經教過不同的學生 發覺他們很多人有點困難 困難在哪裏呢? 他發覺在經文中很難找出這些位置 為何你會找到這麼多教導神的屬性呢? 這是需要操練的 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這是需要用一些時間、心思去思考經文 去想像我們如果我們是神 如果我有這種行為或者因典 我一定有什麼心態 神本身有什麼屬性 所以他會做這些事情出來 大家拿不到這件事 譬如說我們是耶穌 我們會不會審判的時候 都不出聲呢? 我們耶穌 會不會一直都不把自己的身份表露 沒有告訴人們他是基督 是讓人們去跟從他的教導 被他的教導吸引 不是因為他的身份 因為如果因為他的身份 很多猶太人都會跟他 不過他不是真的悔改信耶穌路 他是根據他的身份 所以基督一直都沒有顯露他的身份出來 除了向門徒 他就會告訴他 你不要告訴其他人 我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意志 我們會不會像耶穌那樣 那種的心態 看到人的時候會有這種心態 怎樣的生命 才會有這種心態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經文裡面去找出這件事 當你能夠發掘的時候 人們聽到就會覺得神很好 會很喜歡神 會被神吸引 被神吸引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願意跟從神 也有信心 經常覺得神對我們很好 好了 這些內容我簡單來說 神對我們有很大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很多方面的 很多元化 你不需要看那些字 因為我不是跟著那些字 讀的 但你知道我講在哪裡 神對我極大恩典 我就這樣口說 如果你有哪些照片可以寫下 我口說跟寫的嬰兒一樣 但如果是這樣 神要救我們 就是由什麼開始呢? 祂在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祂已經揀選我們 已經有計劃救我們 那你一路計劃定 將來會怎麼發生 然後 到了人類犯罪 神已經計劃定 要女人的後裔 將來要傷蛇的頭 就是傷魔鬼的頭 然後呢 就怎樣 一路預備 每一個時候都到耶穌來了 那 就是 應驗所有的預言 然後呢 耶穌來了之後 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 譬如在我生命中 祂就會一早知道我是什麼性格 祂會知道什麼方法 去我全福音最好的 神已經計劃要救我了 祂要使用不同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跟我說適合的話 然後聖靈就一路感動我 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之後 又被我火熱的聖靈提醒我 我有很多未聽話的地方 神正在一路教一路教 但我一時不聽話 祂都一路教一路教 一路感動我 但是直至我一路改變 又安排我 最後是經歷聖靈充滿 那就 令到我生命很大吸引 被神吸引 然後呢 我怎樣改變 但是聖靈充滿之後 我是聽話多很多 不過都不是完全聽話的 但是神都會教我 一路逐樣逐樣跟我 奪和修理乾淨 以至我能夠被神去修理這麼多 就是整個生命 都是神一路逐步逐步去修理 以及為我預備 預備了所有的各樣的恩典 所有的配套 機會 以及恩賜 譬如彈琴 如何教我 感動我 如何彈 每一件事都是神計劃好的 或者有些情況 差不多有意外 神就會知道 神就會安排我 能夠保護我 在每一個人生命中 他都會做這麼多事情 在你的生命中 每一個人都可以想到這麼多事情 他也對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有些人是很柔弱的 很多人都會對他沒有耐性 因為他太柔弱 幫來幫去都是這樣 經常都說不行 但聖靈都不放棄他 我們從聖經的例子 看到耶穌、神的怎樣耐性 我們就在每一點裡 可以去思考神的屬性 如果你數算的時候 神的恩典真是大得不得了欺 很多元化的 這不只是看經文 有一個經文發掘背後的意思 然後能夠將它說出來 下一段就是明白 神幫我測度的愛 讓我們被神的豐富 他的神的豐盛充滿和被激勵 即是神的愛 如何被激勵 當我們明白他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是愛我們超越任何人的 他有多豐盛的恩典 是有多大的能力 很大的能力 其實我們 如果一個人拿到神的能力 十分之一 即是神準備給你那些 十分之一、十分之二 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十分之三、四、五 是更加厲害的 但很多人拿到神的能力 可能百分之一 所以他每次都很沒有信心 沒有什麼力量 其實他預備的能力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的 由父母的行動背後的愛 去明白神的愛 就是 未做父母 就不覺得父母有多用心 但做了父母就明白了 譬如父母要積穿衫 他首先有個心 留意到你需要穿這件衣服 即是見到那些衣服 很想你穿 於是有這個心 然後他會找那些 這個機器你要看著 坐在那邊的人可能容易些 你看到一個紅色 如果一變成不是紅色 就要立即處理 如果有問題 他就要找一個圖案 去找個圖案 去找個圖案 去是哪些圖案 有一些圖案 這是因為什麼 他因為的線路不好 不知道想解一下 即是可以的 他現在回到那邊可以 如果它長期沒有了,你就會問我聽不懂 我們從思想媽媽積衣服 她會選擇什麼顏色,然後找個圖案 然後用心肌慢慢積,一邊度身 看到對身,她很開心 看到你喜歡穿,她很開心 由當一個人做媽媽的時候 她就會明白媽媽的心 其實神的心就是這樣,但很多人很粗略地想到神的愛 我在查經的時候,我會很深入地發佛神的恩典和愛 他的聖結都是很美麗的 因為在天堂再沒有罪,那裡很美麗 所以如果家庭沒有罪是很美麗的 教會沒有罪也很美麗 雖然我們總有罪,但越少罪就越美麗的地方 所以神的恩典和聖結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發佛神屬性說 陳經法和《廣道法》有什麼特色呢? 1、2、3、4那裡 就是幫助人從聖經去思想 神和一切行動背後的屬性和大愛 就是思想明白,當然是喜悅祂的屬性 第二就是幫助人明白自己多無福 就是我們多無福 第三就是幫助人看到沒有活出神屬性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都會說出反面的例子 為什麼要說反面的例子呢? 譬如單是說神很愛我們 人的感覺不多 但如果我們對比 有些人怎麼沒有被人愛 或者基督徒經歷到神的恩典都依然不懂愛人 譬如很簡單,我去過很多教堂 我發覺有時有些新人站在那裡 好像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不知做什麼 但沒有人會過去跟他們聊天 那些人聊天聊得很熱烈 跟朋友很熱烈 但對身體的人是沒有感覺的 這個事情我是很難明白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神給我一個心去聯盟他們 但很多人真的沒有這種心的 這個問題顯出人的問題 即使我們能夠顯出這件事 人就會知罪和欣賞神的屬性 就會回應他 第四就是一個實際的查經 和講道方法 就是幫人實際 因為有時候說 你不要擔心 那些人聽說是拿不到的 不要擔心 他不會明白為什麼不擔心 但是當我們說出擔心的時候那種的痛苦 擔心是點 然後輕鬆是怎樣的 神是怎樣幫助我們 他會體會到 他會實際地走出來 就是目的是實際地走出來 好了 想明白神的屬性 可以由幾方面 下面寫在幾方面 第一就是他的本質 就是他的屬性 即我說神屬性 其實我包括很多東西 有他的屬性 他管制他的聖結、溫柔、關心、愛心、摺納等等 神的心態 心態就是說 他那種想祝福人的心 想幫人的心 想關心人的心 即他的心想做什麼 又是恩典 恩典就是他實際做什麼 譬如說 他會拯救我們 他會卸念我們 他會幫我們 他會加力給我們 他會 聖靈會感動 這個就是恩典 他會有計劃的 他會有恩典 他會有計劃的 即每一個人都在適當的時候 神會救我們 然後這個人不聽說 神是如何藉著不同的東西 去感動、悔改 這個都是神有計劃性 他知道怎麼做 我們很多人都會信住 都會說 神在適當的時候 去救我 去改變我 又是他的行動 這幾方面 你不一定要說 不是要人都要說 不過 你去想的時候 你說想不到屬性 那怎麼去想呢 就是這幾方面 可以去想 他有什麼益處呢 第一就是 叫我們享受查經 查經的時候 就會發掘很多裡面的含義 即裡面有什麼豐富的神的恩典 第二就是叫我們更加欣賞神的屬性 和行為 就是欣賞祂真是這麼好的 就跟祂容易建立關係 大家留意我祈禱 我很多時候都說 耶穌你真是好 耶穌愛 那就是天賦阿里多人 有些人是說不到這些話的 為什麼呢 他覺得同神祈禱 神啊我敬拜你 我感謝你 我欣賞你 這是很官方的說話 他不能夠好像 耶穌現在想著我 在疼我 在疼我 他不會這樣想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觀念 基本上是從一些比較正式的 港道 不是用正式的字 我們都是正式 即是比較一些荒蕪 荒蕪的 荒蕪和比較嚴肅的港道 所以對於神的看法 覺得他好像一個法官 好像一個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有沒有愛百姓呢 都有的 因為愛百姓 愛得來很遠 所以他用的字眼都是用比較遠的 但是當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他如何憐憫每一個人 他回應的說話 他說女兒放心 他會用女兒放心 不用擔心 我關心你的 我幫你的 是表達出他那種心情 其實很多人去過天堂 他都會說 感受到耶穌那種很大的愛 就是因為他看到耶穌的眼神 和耶穌的愛湧過來 耶穌如何去接納祂 欣賞祂 就讓我們知道 原來神的愛是很親切的 就是能夠跟祂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我隨時隨地 我日常的生活 或者我祈禱 就算我做錯事 我都會深深相信 我一悔那一神就很歡喜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犯錯事 有些大錯的人 就說 這次神都不會要算我了 我真的犯了很大錯 有些人我們重複說 耶穌真的很接納 他會重複告訴我 我真的犯了很多錯事 真的繼續犯很多錯事 他始終是留在用人的觀點看神 他沒有看到神那種多單純 神是根捉祂的說話 祂的英去做事 就是我們一悔過祂就一定赦免 他一定會歡喜 這是聖經所說的 但是很多人不是這麼深信的 因為祂始終是用父母 或者老師 或者周圍的人的方法 來思量 來判斷神是一個什麼神 但是當我們能夠發掘神的屬性 就會能夠跟祂有心的關係 即什麼時候都好 即我什麼時候走路坐車 我都說神現在很喜歡我 多謝天父 不是很多人能夠這樣做 很多人不會說神現在喜歡我 他會說神啊 我很想祂喜歡我 我希望祂祂起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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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訴別人 你知道真心做 你做幾世的事 祂都會歡喜 聖經所說 因為我發佛了神的屬性 所以我對祂的屬性 沒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變成很容易 就不會說 這陣子我又軟弱 神都是說 我經常飄飄飄飄 我都沒什麼用 有些人真的會經常都是這樣 下一點 對我們深信 我們的心靈會被神大大提升 這一點是很多人都覺得 譬如有些人說一種風氣 有什麼先知 有什麼恩高服侍者 立即衝到他 我不是說衝去有問題 衝去沒有問題 不過他覺得神 不會直接給他 他一定要透過那個人 有恩高服侍者 那些人就特別厲害一點 就覺得神 不會給他最好的 例如配偶也不會給他 他一定要自己爭取 總是覺得神會把最好的給他 就是那些賜貨給他 那些不好的給他 但我從聖經看不到這個樣子 只要有人聽話 神是會自動和你安排 自動為你開路 只要你聽話親近他 他就會自動和你開路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擔心 例如有些人病了 病很重要 有些人會這樣說 都是神的旨意 慘了 死了 就是神的旨意 但我不會這樣說 神有一個好的旨意 到底他會入到神的旨意 他入了是不怕的 如果神真的要他 現在這一陣離世 沒有問題 不過有時候不是 他可能要祈禱 或者有信心 或者神用什麼方法 可以恢復他的健康 我也有很多人試過這樣 很多人一想到神的旨意 都沒有其他方法 他們會這樣說 都是祈禱 都沒有方法 官僚是很慘的 神的方法不是最好的 但我會說 只要我們入到神的計劃 是沒有死的 一定是最好的 太多人沒有入到神的計劃 經常以為 我自己找的配合最好 我自己找的事物最好 我用我封的事物最好 其實是很蠢的 因為 天怎麼高於地 他的道路 高過我們的道路 他意念 他意念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真的很深信 他一定會提升 絕對不用怕 有些人跟我說 有個師知跟我說 你有師知性恩賜 哇 開心到不得了 我說好 沒問題 你開心很好 不過你平日可不可以這麼開心 因為神如果要給你 一定能給你 神一定給你最好的恩賜 但是很多人要有個師知 告訴他 他才覺得是特別 還有有些人會喜歡這樣說 喜歡的師知 你的恩賜比人更加大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觀念很奇怪 我講到神愛過過的人 他覺得這個人不夠 這些平凡 我要神特別愛我 特別給我多些恩賜 他總是覺得神 其實意思是 普通的不夠好 我要神特別的那種才好 但其實神的計劃 給每一個都是特別好的 只要我們聽話 你就會入實這個特別好的計劃 這個觀念 我希望大家有了 你就會講信息 講聖經 你就會經常被人看到 神是好到不得了 有些人想問這一點 有些人想問這一點 有些人未必即時接受 或者收到 這個觀念 在很多人來說 起碼很多人來說 是不熟悉的觀念 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發問 叫我能力更新人的生命 因為他看到神多好 譬如有些人不太開放聖靈 有些人介紹 我們教了一個人 他又不太開放聖靈 你跟他聊天 我通常會先說聖靈 我一說 神真的很好 很疼我們 他如何關心我們 如何看出我們 聖經如何說 我們如何可以經歷到他 真是神好的 經歷聖靈充滿 就是跟他有密切關係 時事隨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所以是非常好的 有些人聽我說 就覺得 我都渴慕聖靈充滿 可以隨時經歷到神 並帶著能力祝福人 我就會按照聖經所說的 讓人看到 聖靈充滿 就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就是要整合全本聖經的教導 和運用 我們屬神的想像力 去明白神的屬性 是甚麼意思呢 要用想像力 即是說 和整合全本聖經 當我們提到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看到聖經 看完會記得 將他看到他的深刻的地方 放在人的思想和記憶裡 我自己看聖經 和我聽聖經 我就會留意到 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我就會放在記憶裡 和我會分辨 就像舊約的約瑟 他被他的歌出來了 你不用看這裏 你看這裏 你聽我說還不好 因為我寫在這裏 你慢慢回去看都可以 約瑟是很被他的歌排斥 想殺他 後來結果是賣了他 好像他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很絕望 在人來說是很絕望 但是神已經有一個很奇妙的計劃 所以在我的記憶裡 我會記得 約瑟是一個很受苦 很沒有前途 但是神居然會在這麼絕望的情況 為祂預備道路 那我就會 跟據全本聖經 我看到詩篇139篇第16到17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躲 日子已經寫在你的賊上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 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做多 我都放在記憶裡 就是 神已經將生命 放在祂的計劃 天上的賊子裡 所以約瑟的生命 神已經放在賊子上 但不是神寫話 他的歌會出來了 神是知道他的歌會出來了 但不是神令到他出來了 但是神就說 你出來了 我就會有一個計劃 去如何祝福他 提升他 那我就會將這些經文整合 即是說 關於計劃的 那譬如說 羅幻書12章1到2節 就是說 當我們將生命獻上 當作活製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深以更新的變化 就能夠測驗 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希遇的旨言 就是說 這個旨言不是自動入的 是我們必定將身體獻上 將生命獻給神 然後不要跟這個世界 然後心意被神更新改變 才能夠察言分辨到這個計劃 即是說 神有個計劃 如果約瑟不聽話 就進不了這個計劃 即我將這些經文整合 變成我對於神的計劃 有一個神學的觀念 神學的意思是什麼呢 神學的意思是 我們對於神的觀念 從聖經 或者有些人不只是從聖經 而有時候跟他個人的感覺 譬如有些人的神學 是甚麼呢 神是不理人的 即有些人真的說 他觀念神是不理人的 你有煩惱 他不理你 你要求他 他會不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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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神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聽過 他真的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他覺得 有煩惱就是神不幫助我 這就是他的神學觀念 這個神學觀念是不健康的 但如果我們從聖經 將它整合 即我每一個經文 我看的時候 我會將它分辨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那裡 那裡不只是說 我們如何測驗神的計劃 即是說 不只是說 我們如何測驗神的善良 神傳何希宇的旨意 而是說 另一點 如果人沒有這樣做 他是進不了這個計劃 即我會達到另外的結論 你想進入這個計劃 怎麼做 而這個計劃 是 available 是你能去的 不是難去的 只要你 將身去獻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甚至更新而變化 你就不要拆掉這個計劃 而這個計劃是可喜悦的 善良 是善良的 是對你好的 是順全的 是完美的 是可喜悦的 是神喜歡和人喜歡 譬如可喜悦 到底是人喜歡和神喜歡 我就會分別 到底是神不喜歡 人都喜歡 人都喜歡 聖經有說到 耶穌在長大的時候 神和人 喜悦的心都加強 所以 我們聽神說 神都喜悦 人也喜悦 就是 我就會把這些經文 在我腦裡 已經有很多這些經文 在我腦裡 積聚成為一個系統性的觀念 以至我一說的時候 譬如有人一說到一個題目 或者問神某一件事 或者關於他自己生命的事 我立刻已經有些經文 在我心中彈出來了 即我已經知道 這個經文可以回應他的情況 即我會全本聖經去找 我再用一個例子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這個經文是沒有說到神的屬性的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只是說你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但我將他從他整傳 要說封印十章十節 道賊靈是要偷竊殺害偉為 有人說到耶穌來 就叫人得生命 沒有得的禁風盛 即是說 賊就來到偷竊殺害偉為為 到底這個賊是誰呢 很多人就會自動說 這是魔鬼 不過我們就去想 兩個可能性 一個人一個魔鬼 那些人 是否真的偷到我們 有時候會 偷得最多的是魔鬼 即我會用聖經去證明 我不能夠 有些人會這樣 每個人都說魔鬼 就是魔鬼 但我會用聖經去支持 因為 因為當人 譬如那個人 趕了斜離 趕了之後 他就說 家裏打掃乾淨 但沒有被耶穌塑住 所以這個鬼帶了七隻來 來到他以後的情況 比以前更加不好 魔鬼便將他毀壞 他的生命比以前更加不好 所以聖經是有說到魔鬼 就令人更加不好 所以這個經文 不是只說人 而是說到魔鬼 兩個經文說 都是魔鬼來偷東西 他進來 沒有被魔鬼留在地上 他會偷東西 那與神有什麼關係呢 那關係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聖經有說到 神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還有有奇妙的恩怜 祝福我們 但當人不聽話 不是走在神完美計劃的時候 他便做不到神 想祂做個事 他生命也會被魔鬼偷竊 所以這個反面 這個經文本身沒有說到神的屬性 但他的反面 神本來計劃了很多好東西 不過人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便將你的東西偷了 搶了 以及將這個人殺害 但如果我們聽話 我們便可以得回神聚員的計劃 魔鬼便沒有方法偷到 即將其他經文放在一起 叫我們不只看到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因為很多人解釋 就是你不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很多人講到都是這樣的 即是會這樣 你不要憂慮 你憂慮會怎樣 你要信教神 神會幫你 祂要講神 不過講到最後才講神 我講是不會這樣講的 我說怎麼講呢 我說神見到那些麻將 那些麻將 那些麻將是沒有傳呼音的 他們都不是去救人 不過神都看著他們 那些麻將都不會跌在地上 神都會供應他們 耶穌說到神都會供應他們 而我們比麻將貴重很多 即是神都會看重一些 未必跟祂救恩計劃 有關係的東西 祂都會看起來 何況我們 所以神是關心我們 我們擔心 根本就是用來擔心的 因為神已經計劃 你未求已先 神已經知道了 即是在我心裡 我已經深信 神已經知道 神已經有一個好的計劃 很多的祝福 當我們深信的時候 祂一定有些計劃給我們 即是這些經文 我全部將它整合在我心裡 於是魔鬼就想偷 你給它進來 他就開始偷了 開始拆毀了 越給它進去 他就越拆毀了 譬如家庭 譬如有婚外情 立即婚姻破裂 他的事奉全都拆毀了 因為當人知道他有婚外情的時候 他前路有問題 甚至被人抓去坐牢 什麼都可以 全部拆毀了 這就是魔鬼做的事 但是神呢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祂知道你將會犯罪 祂會感動我們去悔改 祂會提醒我們 祂一早有計劃去祝福我們 只要我們從頭到尾聽話 祝福就會來到 大家知道嗎 我不會只說要做什麼 我一定會說 背後神已經有什麼計劃和祝福 我是人失了這個計劃 我如何可以得到這個計劃 那時候 是不是人們會對神的信心大了 大家聽我說 會不會覺得 原來神這麼好的 神看著我們 譬如約室 他的主母吸引誘他 那天不是第一天 因為主母跟他說很多次 你跟他同寢吧 我想問大家的問題 約室有沒有性的需要呢 我會這樣想的 我不會這樣看經文 約室有沒有性的需要呢 有 他去到那裡孤單嗎 孤單 他起初的時候 他的情況明不夠不好 但這個主母 看中他 覺得他英俊 有為 開始人有他 你猜約室的心裡 有沒有有時候在想 這個女人自己獻上 我沒有想 我沒有使用這個機會 約室會不會有這個意念彈出來 我真的問 他不是益計劃 他有沒有這個意念彈出來 他很漂亮 他很吸引我 他只是年輕人 一定會有 不過因為他跟神的關係 神提醒他 神提醒他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我走神那路最好的 我來到埃及 本來是很慘的 但是神會給我這個位分 可以去到管家的位分 是想偷的 不過 有時候他親近神 所以他不讓魔鬼入侵 但他可能 也有試過想過 可能也會想過 但是他後來想過 他祈禱和神感動他 他不敢 他一定要拒絕 即是用一個真實的情況 寶羅說 立志行是為得我 此事行出來又不得我 寶羅有沒有這些困難 都有 也有 不過他處理了 他知道 但他知道 裡面仍然有罪性情 不過是我們處理的意思 當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便知道 其實 將全面性的圖畫 這樣 你說出什麼經文 就會豐富很多 這需要我們對聖經中意 以及將它消化 反覆思想 有沒有問題想問 可以舉手問 反覆思想是很重要的 即是能夠反而正面去思想的經文 以及想像力 怎樣想像力呢 譬如說 耶穌跟婦人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教料理 很多人會說 耶穌告訴她 你是女兒 我們都是神的兒子和女兒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信靠神 他可能會這樣說 但是 如果我們想像 到耶穌和神 得閒的時候 會想些什麼 以及根據聖經 跟據聖經 他說 他不會忘記我們 是嗎 已經是 我真的不會忘記 他更加不忘記我們 即是 他根本經常掛念我們 而這個女人未見耶穌 耶穌已經掛念她 已經想著她 已經想著祝福她 耶穌問誰 我我 這個純粹是一個 即是讓她說 讓她自己反省 為何她不夠膽說出來 即是她是這個原因 不是說耶穌不知道誰 他 耶穌根本知道 即是原來耶穌的心 經常有空想著我們 經常都想著我們 經常都想著我們是兒女 不過那些兒女 很多時候都有孤兒的心態 經常都覺得自己都被愛 是不是 很多兒女都是 覺得 神都不太疼我 我們需要去想像 原來 我曾經形容神的愛是單軟 為何呢 起初是單軟 單軟了很多年 然後 我們才相信耶穌 我們相信耶穌 是否開始很大大的愛祂 都不是 都是很不聽話 後來才慢慢愛祂 但是愛到最盡 當時和祂的愛比較 有得比呢 有得比 聖經叫我們 盡心盡盡盡盡盡 以盡盡愛著這個神 神有沒有愛我們 盡心愛我們 神真的有 為何呢 祂愛到為我們死 以及不斷吸引我們 感動我們 我們不聽話 祂有沒有放棄 祂不斷去吸引我們 神的愛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我們需要用想像力去發揮 原來神的愛是有多偉大 祂如何去想念我們 如何去計劃祝福我們 當我們這樣深相信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神有信心 和和人說的時候 人們就會對神有信心 所以需要一些想像力 但祂想像力是有根據的 因為聖經有說到 神已經一早認識我們 所以祂一早認識這個婦人 耶穌已經知道祂很孤單 所以祂叫她做女兒 祂不是每個都叫她兒子 祂招呼利味的時候 祂說兒子啊 你跟我來 祂沒有叫她兒子 可能這個婦人特別需要這件事 所以祂叫她做女兒 放心 這個想像力不是虛幻的 只是說我是神 我需要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心態 我才能夠做到這些說話出來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難 或者覺得很有興趣 發掘下去 發掘神的屬性真的很有興趣 對於和神的關係就會很放心 其實我講這個教導 譬如說 好來討神喜悅 大家都聽過了 大家都聽過了 你悔鬼神又喜歡 你一親認神 神又親認你 其實是神吸引我們親認祂的 我們愛祂 祂為我們意味眼睛 未曾體見 我未曾聽見 我未曾聽見 心未曾想過 我們一時奉得一杯流水 祂都永不記得 所以其實神是講的很用 但是很多人 是沒有聽過這個信息 很多人沒有聽過 他覺得很難的 你覺得是不是 我都覺得很難討神喜悅 很難成為神喜悅的人 是很難很難的 但我就說其實很容易 只要我們的心是正的 跟著去做 信靠親近遵從事奉 神就歡喜到不得了 只要你的心是正的 就可以了 是否會被人不要達安慰 但很多基督徒沒有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這個法人神屬性 講道法和查經法 很想大家學到 懂得教人 將這個教導傳開 給多些人懂得發掘神的屬性 就會喜歡神 其實喜歡神這個觀念 都不是很多人說的 很少人說 喜歡神 神真的很值得我們喜歡 神真的很可愛 這些都是在我這個法人神屬性 查經法 我在看聖經的時候 我覺得神真的很棒 其實我年紀都大了 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尤其是這幾年 初期我都沒有得到這麼多教導 在這幾年 我在祈禱查經 我就得到越來越多 我覺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會善用和吸收到 你有問題要問 還有 就算過了課程 你也可以問我 還有你做功課 下一次是第三課 最後一課 你做了功課 反思你就會發覺 都需要時間學到這個方法 我希望大家 能夠將來 經常被人有的神多好 將這個教導都傳開 這是我的心 為什麼我這麼想去幫人呢 就是因為 我覺得神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我很想傳給人 很想人喜歡神 過基督徒都喜歡神 他就會跟神關係好 跟神的角度看萬物 就是 很多人有他的說法 其實內容裡面很豐富 你回家看 是很豐富的 裡面寫的 我現在不適量說 因為我用另一個角度說 然後你回去看 你就會更加吸收 從小的角度看萬物 大家都可以 其實我在解釋的時候 可以看著我 很多人是用人的角度看萬物 例如這樣 有困難 老闆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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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病 很煩惱 基督徒跟我吵架 很慘 神啊 你幫我吧 快點幫我吧 為何這麼久都不幫我呢 很多人在想 即使基督徒都是用人的角度看 即使是侍奉人 教會不復興怎麼辦 那些人都不聽話 神啊你幫我吧 給我智慧吧 去幫他 這是用人的角度看 有困難 基本上有困難 神你幫我吧 為我解決 就是這個角度 用神的角度又怎樣 神老祖知道我們是怎樣的 神老祖有計劃的了 不用我想的 他已經計劃了 只要我親近他 他就會指示我 怎樣做 我越聽話 我就越收到訊息 我只要親近遵從事復 做完我應該做的事 他就一步步帶領我們 怎樣帶來更新和復興 所以在我們說 我會覺得 神想復興是人不想的 但很多人就不是的 神很不想的 神啊 求你復興 復興啊 復興我們 我們這麼久還未復興 我覺得問題不在神那裡 在人那裡 人聽話怎麼復興 對嗎 這個觀念是不同的 他們就覺得是神制 所以你要 即是那首歌叫什麼 搖動你的手 搖動你的手 神啊 我要搖動你的手 因為你的手不想動 我搖動你的手 神你還未睡醒 我要搖醒你 即是有這個觀念 雖然我也會用這首歌 但我用的觀念是 神那麼喜歡我 你會搖動你的手 很歡喜 我用的角度 但這首歌是有這樣的行為 在裡面 很多人會這樣 例如有病 你問我祈禱 有些人經常傳訊息給我 我祈禱 求神去醫治我 其實神很想祝福你 是你的心想不想 我的角度是用神的角度 神想復興 神想更新 不過基督徒不聽話 如果基督徒不聽話 我們的生命是一直提升 一直提升 例如在我自己來說 我真的覺得 神給我這些教導 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一收的時候 我是完全將榮歸歸給神 我不是跨顏 我完全說 那個角度是很少人這樣看的 多數人就不想看 多數人說 你有信心 你求祂祂祂就給你 我就不敢說 我就說 神一早就想給你 你一信靠親近 祂祂就會給你 你聽話 祂就進入你的內容 祂就做功了 這就是用神的角度看 這樣就不同了 例如我去一些地方 求福興 叫得很淒涼 求你福興福興 我自己覺得 我就會這樣站 神啊 你其實很疼我們 你很想福興我們 求你幫我們 和你的子兒文靠 入你的子兒 入你的子兒就是福興的 我們聽你的話 親近你 經常深信你愛我們 你想祝福我們 你今天想祝福我們 我今天見到哪個人 可以祝福祂的 你就是想我們祝福他們 我們見到哪個人 都祝福 關心他 神就會服興我們的生命 有什麼做得 神就會為我們開路 神很想的 只要我們聽話 神就開路 神都為我開路 到現在 神都為我開路 祝福更多人 我希望大家聽完我講 神想學到這個講道法 以及這個查經法 以後看聖經 看得更加豐富 以至我們能夠 一講到神的話語 人真的會歡喜神 不同程度進入神的屬性 和他的愛 你自己看 第一天知道 在困難中也相信 和經歷到 和能夠被他的愛激勵 底下寫著原文篇和聖經 這是對於大家查聖經很有幫助 我相信你們未讀過希臘文 和希伯倫文 但我想說 你未讀過都可以用這個工具 非常之有用 這個人叫James John 他將希伯倫文 H 即是Hebrew 希臘文 Greek G 編了號碼 四個數字的號碼 那你哪裡看到 你上網找 Greek Interlinear 我們有寫的 先看看 你寫下Interlinear 這個字 I-N-T-E-R 你自己寫的 Greek Interlinear I-N-T-E-R L-I-N-E-A-R 即是Inter 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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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全面有編號 有編號有什麼好處? 當你可以看到�� drill 多點知道它的原文是什麼意思 可以固負 closer機 原文是說什麼,有事需要,很多事需要 你看的時候,你就可以找回那個字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去幫助你 我在下面的《詩經》也有把這東西放在這裏 這個講給聽有這個工具 如果你想用,而你有困難,你可以告訴我 接著就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和訪問法 基本上幫助人,第一,明白和感激神的美善屬性 用神的角度看萬物 相信神必定會祝福信靠他的人 對神有信心,相信神必定想幫助人發揮生命 即是神一定想的 所以你發現我講的是神,然後才講人 神很想,神想祝福人 單是從人的角度看聖經和生命可以帶來什麼後果呢? 第一,人容易用人的角度看神和人生 以人的需要的角度來看神 即是說我們需要,那麼神 事實上很多人不相信神經常幫助他們 經常都覺得神不想的 不過你求祂多,或者你很聽話祂想 其實是神想先 然後我們聽話祂就將計劃成就 祂是先計劃,祂想先的 然後我們就入這個計劃而已 不是好像,因為詩篇139篇第16節 為何我說神想先呢? 因為你所力的,指於我上面的那一日 你已經寫在你的賊上,已經寫在 一早已經計劃了 是計劃了祝福,每個人都是祝福的 你跟旁邊都說,神已經計劃了祝福你了 神已經計劃了祝福你了 你想入嗎?你想入這個計劃 你入這個計劃是 真的很多不必要 無論什麼方面 聰明、智慧、前路、恩賜、能力、供應 全部都給你 只要你入了計劃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的計劃更好,一定不是的 神的計劃是包括全面性的 發言神屬性的《茶經法》和《港道法》 幫人帶領人從神的角度看見聖經和藍物 會有什麼益處呢? 第一,深信自己會在神內 供應和計劃 第二,深信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寶貴和重要 第三,深信自己生命在神的計劃之中 是可以大大發揮的 第四,深信神比我們更緊張我們的事情 這一點很多人不一定相信 神比你更緊張自己更多 神比我們更緊張的教會更多 神比我們更緊張的教會更多 但我們聽話就會成就 第五,更有信心不給別人的傷衛和負應 根本人不算什麼 人能傷到我 他能夠做到什麼 神的計劃怎麼可以拆毀呢? 他拆毀不到 只要我才能拆毀 我不聽話就拆毀了 但我聽話沒有人可以拆毀到 所以人的傷衛不用那麼害怕 在困難中相信神的供應和幫助 就不是在困難中 求求神幫助我們 我相信神正在幫助我們 我只是拿了神的幫助 所以聖經有很多說話說到這些屬性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得益處 其實這個英文翻譯更好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是神在萬物中造工 但在中文翻譯 就是萬事的事情互相效力 其實是神在萬事中效力 叫愛神的得益處 即是在萬物所有的事情 神都會做工 即是無論我們生病 我們被人炒魷魚 被人罵完 神都有一個計劃 在這個過程祝福我們 這個就是 未解決之前 我已經相信神的祝福 這個人便很平安 甚麼事都不用擔心 例如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其中有一個人 他支持我們的福音宣教 時工去宣教 他在網上認識我 然後他就找我祈禱 祈禱真的得到醫治 他就有信心 他就想奉獻 給奉獻宣教士工去幫助宣教 他說他以前是做經紀的 地產經紀 他以前很久才是一宗生業 但他告訴大家 他第一次奉獻的時候 是連續有六宗七宗 連續來的 現在是陸續來的 陸續來的 所以他一直奉獻 他就說 神一直供應我 祝福我 原來神早已有個計劃 神早已有個計劃 給任何人 你的心想聽神話 他已經有了計劃 祝福你 好了 接著 下面就講出 法要神屬性 講道法、茶經法 可以用的內容 我上一次也有講過 我選擇兩個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 例子 例如說起落 基督徒會笑嗎? 會 不過基督徒不是回家經常都起落嗎? 不是 每個人都是 即是起落 有時基督徒在自己家裡都會煩 都會很不開心 何時才解決問題 怎麼辦 這就是人都會有擔心 問一下有幾個人 例如你 就這樣問一下 有幾個人 天天由早到晚都是開心 心哈利路日 就是耶穌 耶穌正在祝福我 真是很開心 有幾個基督徒是這樣的呢? 不多 這個反面例子就是 顯出原來基督徒 真是拿到神這種福氣的 不是很多的 不是很多個經常深信 神現在在愛我 我祝福我 所以什麼都不用擔心 不是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想的 聖經是這樣說的 不過很多人是沒有把這些教導 進入了心裡 即是說出一個反面例子 人們會更醒一點 我這裡排次序 不是一定在講時的次序 不過可以容易記一些 就是人正面例子 真是有信靠神的人 就會有什麼事發生 都會不擔心 很輕鬆 有神的恩典 就是祂的愛 祂的祝福 很多方面 祂的安排 祂的折立 祂的慈恩 給我們 給我們 給我們能力 給我們機會 總之 所有一切 就算我們不聽話 祂都會繼續祝福 很多方面都有 然後 神的戒命 就是 譬如 起落 講到起落 神的戒命 就叫我們起落 不在十戒裡面有講 不過聖經有講到 你們要起落 這就是神的吩咐 我們要起落 這是聖經的吩咐 如果不聽話 後果 自己自負 因為憂傷的靈事 骨灰乾 你不聽話 後果就是灰乾 然後 神的佳命 第四 其實不用再說 第五 就是《悉經》 不是排到第四 第五 才是《悉經》 而是總之 容易記得人 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 神的一臉 神的戒命 或者聖結 然後《悉經》 就是《悉經》 總之《悉經》 就是《悉經》 就是《悉經》 然後第六 就是《悉經》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將細節說出來 實際如何做 然後挑戰 或者是鼓勵 最後就是《悉經》 就是《悉經》 就是《悉經》 而這裡有一個大綱 我這裡寫了一個可用的大綱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有神的屬性 一臉和戒命 然後為什麼人能夠 活出神這方面 為什麼要加這個 為什麼呢 我又另一個 譬如《興省》 講這個主題 講到《興省》 人的反面例子 譬如今天主題 就講到 基督徒是 可以來到耶穌都得到 《興省》 有幾個基督徒是 很興省的呢 很輕鬆呢 在我們家裡做的事 和家人相處 是否輕鬆呢 上班是否輕鬆呢 事房是否輕鬆呢 也許多不是很輕鬆 為什麼不輕鬆呢 因為我要負責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又不順利 便不輕鬆 但是為什麼耶穌說 我們可以輕鬆呢 他說我騙是容易 我大姐是輕鬆 為什麼我輕鬆呢 因為耶穌說 我心裡柔和謙卑 我會很柔和很謙卑幫你們 還有呢 他會 雖然這麼多事情 要做的 他都是柔和謙卑 就是他可以承擔所有的責任 他依然很輕鬆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事奉 我們的生命 我們面對一切的後果 都在乎神 神負責了 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就可以輕鬆呢 即是說我做了應份做 我就輕鬆了 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用擔心了 這就是一個方法 但很多人就是 沒有這個心態 所以他就背著了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的屬性就是輕鬆 他有很多事情做 但他永遠都是輕鬆的 因為他說 你來到我那裡 就可以叫我們得安息 但是他這麼多事情做 他怎麼可以 他本身有能力輕鬆 他也有能力叫人輕鬆 神的屬性是輕鬆 他可以給人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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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東西不同 你可以寫下的 他可以給人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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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給発生 我喜歡